把这叶吧 洗干净了 弄点盐 弄点面 弄点半米炭也行 弄面也行 弄点味噌 味噌一般皮也味噌 在韩国里整个一点的 这好吃啊这个 啊 没吃过 这个羹也好人不冷过 他一烫吧 好半个吃这个羹 再吃 老妈在掐红薯叶 回家用红薯叶做个美食 娘娘这样认了 娘娘还是认了 你们掐 这个没有老了 这个没有老了 这一行 这干净行 你们这吃的地瓜叶有什么好吃 哎呦 没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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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跟爸爸种的小菜园 洗干净的红薯叶 红薯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看看背面有没有重来 切碎一点 放盆中倒点花生油 这样不粘连 煮住红薯叶的水分 这样蒸出来的红薯叶 口感会非常的香 五筷子搅匀 让每个红薯叶都沾过上油 接着我们往里倒面粉 搅拌均匀 让每一个红薯叶都沾过上面粉 锅中水烧开 我们把红薯叶放在棕笼里 把它蒸熟 盖上锅盖 冒气后转中火蒸10分钟 我们把大蒜按扁 这样按的话 不会到处跑成沫 切好的蒜沫 放在碗中 大椒我们去地 去籽 大椒切成小方粒 放到碗中 小葱我们切成沫 烧至冒清烟的热油 我们倒在料头上 激发出它的香味 刚才忘了开镜头了 哇 好香啊 把蒸好的红薯叶 倒进盆中 用筷子把它堵散 接着我们得加点盐 入一下肚味 红薯呢 被称为常寿菜 多吃点 对眼睛好 有利于健康 红薯叶蒸好了 一定不要焖 焖了以后 颜色用于发黑 发光 这样看下里边的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把红薯叶装在盆中 碗中加点调料 加点白糖 蚝油 香油 鸡粉 味鸡鲜 把料汁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把料汁 倒在红薯叶上 美味的蒸红薯叶就做好了 真的太香了 远糯香甜了 喜欢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